各位观众朋友我是中伟 大家关心今天的天气 随着封面云溪的位置北台 我们台湾这个礼拜可以说是 进入夏季型的天气形态来 都是在太平洋高压笼罩之下 天气会比较晴朗炎热 紫外线也都是过量到危险等级 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防晒 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整个封面的位置 是北台来到长江流域的南边 一直往西南方延伸来到 广西越南北部这附近 我们台湾的话 则是在太平洋高压笼罩之下 可以看到这片没有云的地方 就是太平洋高压的位置 所以天气是比较晴朗稳定 虽然说在我们台湾上空 还是有一些云系 但是都是一些比较浅薄的云系 也比较零散一些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外几天天气会跟今天比较类似 持续都是在太平洋高压的笼罩之下 我们台湾上空几乎都没有什么云 那么对流云系的位置 封面的位置还是在比较偏北边 包含在中国的东南沿海这附近 那么在韩国跟日本的南方 也是封面云系影响的位置 但是对我们台湾就比较没有什么影响了 但是这几天还是要特别注意 还是会有午后热队的发展的机会 主要是因为西南风 把一些暖室空气给带上来 再遇到地形之后 在山区或者是临近山区的地方 就比较容易有午后热队的发展起来 也提醒大家 午后热队的虽然持续的时间不是太久 但是通常雨势都会还蛮大的 而且会有这个打雷闪电的情况 如果遇到午后雷战雨 最好还是避一下会比较安全 可以看到今天没有下什么雨 那么在外几天下雨的区域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都没有太明显的降雨讯号 只有在山区 可能会有零星局部的午后雷震雨发展的机会 来看一下在风的部分 这两天持续都是吹着比较温暖潮湿的西南风 风数不算是很强 就在台湾海峡这附近 风数会稍微的明显一些 也提醒大家如果要从事海上活动的话 也要特别注意安全 在温度的部分可以看到云量偏少的情况之下 就会显得比较热一点点 包括我们台湾在中国南方这附近 都是属于暖色系 就代表都是受到暖空气的影响 会比较炎热一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外几天 我们北部的天气 礼拜六之前都可以看到阳光比较晴朗稳定 低温大约是27度 中午高温就比较偏高了 有35到36度 那么在南部的话 外几天天气也都是比较晴朗 低温的话大约是27到28度 中午高温是32到33度 所以明天天气的重点再次提醒大家 天气会比较晴朗炎热 但是山区还是会有 午后雷震雨发展的可能性 中午的高温可以来到35度左右 主要现在都是过量到微线等级 要注意防晒以及补充水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